民众划手机、看电视或上网时时常接触到各类商品广告 漂亮的文案总是让人忍不住想下单购买 不过广告内含有许多陷阱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业者天花乱坠的违规不识广告宣传中而不自知 台北市卫生局统计111年违规广告查契成果 食品、药品、医疗器材及化妆品违规广告共开罚528件 那我们111年总共处分了528件 那财罚金额是3868万 那当然相互部队的财罚金额跟前几年相比 事实上有明显的下降 也就在我们继续的查契过程之中 对于违规广告的一个它的採取的案件金额是有下降的 第二个就是在每一则的一个违规广告内容里面 事实上它真的违规的情节相对 真的是业者也有在努力 让我们避免这样的一个违规广告的发生 那当然在这所有的广告案件之中 我们查核的结果还是以食品占罢中 它占49.3% 那接下来是要里面医疗器材的部分 大概占28.3% 那第三位就是我们化妆品 它是占22.4% 那我们还是会统计一下 就是累积财罢总经额最高的前三名的业者 那这一次三则都是有关于 是医疗器材的一个广告违规的部分 那第一名的话是我们瑞士商 艾尔康大药厂部分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那它111年的一个总裁发建的是117万 那我们举例一个产品的部分 是针对它全新智能水感镜片 是有取得我们外服务的一个一材人的一个字号的 那它的一个广告内容包括还有讲到一个 调解引擎眼镜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包括它的一个水晶片含水度超多少 那它的一个医疗器材的一个广告 必须要先经过事先申请才能进行刊登 那它的违规的情节是因为它的这些文字内容 并没有经过一些广告的事先申请 就算进行刊登所以进行了裁发 那第二名是我们的全药者和行销有限公司 那它总裁的栽化建设是100万 那我们举例的这个食物系健康物 它也是有在当时在去年的时候 是有取得我们外服务一材的一个字号 那它的一个 它其实在刊登之前它是有来申请 针对这次产品是有来申请 要请它广告许可的 不过它在这里面提到的内容包括 名书出来的例如说讲试人的第二个心臟 不断循环破好学无法顺利留回心臟 等等的字眼跟当时申请的一个广告 核定表的内容不符 所以不符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会把进行相关的一个裁发 所以要注意到医药器材广告 第一个要事先申请 第二个申请之后不能三次编决 判登的内容一定要跟申请内容完全相符 不然都会进行裁发 但是这个磁漠西健康化的产品 它在去年10月28号的一个医药器材证 已经经过读固废止了 所以这个产品目前已经回归成是一般的商品了 不能宣称疗效 好 那第三名的部分是申酉有限公司 它的总裁法金额是80万 那这个是一个石墨西的一个媒体库 那它的一个状况跟第一名是一样的 它所刊登的这个内容来讲是 医药器材的广告 但是它的内容是完全没有经过申请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进行相关的采访 那这个产品事实上它的医药器材许证 在去年11月11月14号 也经过衛福部经营注销了 所以这个产品目前也是回归成 一般商品是不得宣称疗效的 那再来的话其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 那我们这些违规广告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些媒介 那当然也跟大家现在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目前最多的还是来自于网络 78.4% 那其实电视是14.6% 那广告是3.2% 那进一步我们来分析一下 网络到底是哪一些网站 比较容易去刊登违规广告 我们真实际上查过最多还是来自于 各公司的一个观光 最多的是223件 那如果以社群每一起来分析的话 其实跟大家使用习惯有关 最多的还是来自于脸书Facebook 然后第二个是Instagram 那第三名的话是YouTube 第四名是LINE 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消费者 在网路的一个购物风险其实很高 包括透过一些社群网站 你看到的一些广告 包括连接到一页式的广告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是没有所谓的厂商的名称、电话、等笔子 它只有一些什么LINE、留言、E-mail的 真的发生产品发生疑慮或问题 甚至于就是想要退货的时候 你是找不到人的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透过这些网路购物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不是有完整的一个业者的资讯 那当然尽量还是合法的一个商店 进行产品购买 不管是实体商店或者是网路商店 那是真的是比较有信用的平台 然后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采买 那当然对于这些平台的观点 他们真的有在翻售一些 比较需要申请的一个器材的话 我们在广告的一个刊登上 都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跟限制 那最后一部分的话是来说明一下 我们广告到底都喜欢 有哪一些类别来做宣称跟分析 那当然这一次在去年第一名的是 就是我们皮肤美容类的 其实跟前两年差很多 前两年第一名都是提升免疫力 但是在去年反而是皮肤美容类的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还是我们提升免疫力 第三名的话还是我们居高不下的受伸产品 那当然就是化妆品的部分的话 以最喜欢宣称的就是消炎跟消种 那其次的话其实大家会看到 促进了西方活动或者是胶原蛋白震生 第三个就是除斑跟防晒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没有特定的一个有效成分 或者是他就是过度化那种一个宣称 那找到采法 那当然广告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写 到底什么能写 什么不能写 胃福部它其实针对于食品化妆品 都有所谓的广告不实 或者医生误解的一个准则 那里面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 是很明确的用文字的形式提供给各位业者 进行相关的行销参考 那当然如果是属于医疗器材或药品的话 它就是广告刊登之前一定要跟直辖室 或者是中央去申请广告许可 那刚刚也再强调 申请之后刊登期间是不得变更 允许核准的一个事项 如果要做变更的话 它要来做申请广告的变更 那另外强调就是一般商品不能宣称调价 那针对这一些相关的一个准则 或者是说我们历年的一个使用区 针对广告的一个函式 我们都卫生局这边有绘整成一个 所谓的案例会面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是免费把它开放在网络上 各位做下载 所以其实很多业者的内部 把这一本是当作教材再来使用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下载 卫生局也提醒食品不具任何医疗功效 民众切勿相信夸大不实的言论 以免伤了荷包甚至伤身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